台積電股價持續走高 目前市值達3.68兆元 續創歷史新高 光是11月市值就增加近3000億元 今年來由於日元持續貶值 今天戶股市值首次超越日庫市值 成為全球第二大股市 趁著油價跌 中國狂買油石油戰略儲備 估計已經較公布的官方計畫 高出了一倍 美銀估計如果瑞士黃金公投過關 金價將反彈18% 不過花旗卻表示這場公投完全沒意義 財經八點檔 八點看財經 我是張振華 我是李若杰 八點整就在今天 台塑創辦人王永慶的弟弟王永在 他因為年事已高 安詳的在家中過世了 享年93歲 而王永在他跟他的哥哥 王永慶共事時 信奉老二哲學 永遠強調哥哥就是第一 而王永慶的坐車車牌 後駛馬是0001 王永在的車牌就是0002 就在六年之前 王永慶在美國過世後 當臨舊抵達台灣 王永在哭喊 像這樣子兄弟情深的形象 升值人心 而王永在如今雖然辭世 永遠的總座形象 仍然流傳在台塑集團的員工心中 接下來要帶您關心是日圓的部分 日圓的貶市已經告一個段落了嗎 素來有日圓聲聲封號的神圓英姿 最近就說日本的經濟並沒有那麼疲弱 也因此日圓的碟市應該要接近尾聲了 而至於外資巴克來同樣也判斷說 日圓的部分在明年的第一季 貶到120元之後 估計明年的年底就會回升到117元 而這也讓台灣大媽換匯的動作開始冷靜 而銀行對於日圓的備貨量 也恢復了正常準備 產業部分 郭台銘在大陸的雲端產業 在邁進了一大步 富士康昨天正式跟阿里巴巴 還有桂陽市 簽訂了建設Wi-Fi服務的協定 同時也將跟桂陽市合作投資 建設富士康的電商總部平台 而除了在對岸的佈局 現在更傳出郭董有意承接 鼎興集團旗下的台灣之星跟中佳 不過對此紅海表示不予評論 就在去年的8月份 印度才因為外資撤離 一度被外資封為亞洲病夫 不過現在只過了15個月 新的總理莫迪上任之後 印度似乎正以全新的形態崛起 不但成為很多商人眼中 下一個投資天堂 而今年印股的漲幅更是全世界的第二名 如今外界看好了這一波印度榮景 有望來超過10年前的金磚四國嗎 我們今天要帶您來探討了 其實印度作為亞洲第三大的經濟體 現在已經吸引了很多商人前來投資 舉例來看像是最新的合作案 阿里巴巴的馬雲 他禮拜三跟隨中國商業代表團 一起出訪印度 立刻就表示說 印度作為全球另外一個 有10億人口的經濟體 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表示阿里巴巴將會擴大在印度的投資 同時馬雲還說了 他說印度企業已經是阿里巴巴 僅次於中國企業的第二大賣家 在中國大約有40萬的消費者 從印度來購買巧克力 香料還有茶葉等等的各類商品 而另外不只馬雲 包括我們看到小米 他同樣也看上了印度的市場 專程找來了前Google Android 產品的管理副總裁 現任的是小米國際業務副總裁 魚果巴拉 來負責小米在印度的市場 而且非常特別的是 在印度為了要易於發音 其實在印度不叫小米 小米手機通通改稱叫做印度米 可以看得出來就連名字都改了 非常積極的搶攻印度市場 而另外業界更看好的是 印度未來的電子商務市場 研究機構eMarket公司的數據就顯示了 其實在2012年 也就是兩年之前 當時整個印度居然只有1.5% 這麼少的比例的人口 會使用所謂的網路購物 但是今年Google跟一家公司 叫做Forester諮詢公司 他們一份聯合報告就表示 估計等到了2016年的時候 通過網路購物的印度人 將會突破1億人這麼多 而且這個報告還表示說 到時候印度的網路零售市場 營收規模將會達到150億美元 也因此除了剛剛看到的馬雲 還有這個小米搶進市場之外 包括了軟銀也花了8億美元 投資在印度的網路企業 而至於Amazon更是一口氣就投資了20億美元 準備要投資在印度的電子商務 Google也準備推出所謂的低價機 至於微軟也在印度設立了雲端資料中心 看得出來大家動作頻頻 而另外我們要帶您先來看看 印度股市的部分 最近一年來更是非常誇張的飆漲 先來看到整個印度股市到底表現如何 它在去年前的今天 2013年11月26號的時候 當時股市是20425點 而時間只只過了一年 來看到就在昨天收盤的時候 已經飆到28386點了 最近一年來漲幅可以說狂飆超過了41% 而在全球的股市漲幅當中是排行第三 如果大家更仔細的算 算今年以來的漲幅的話 那麼印度股市更是排全世界第二名 指出給阿根廷 如果您有投資基金的話 今年基少前10名的基金都跟印度有關 其中前4名的漲幅甚至直接就超過了5成 也因此現在就有外資喊話了 金磚四國當中如今最看好的就是印度嗎 這個最主要原因呢 其實就跟印度新上任的總理莫迪有關 今年的總統大選呢 這個印度總理莫迪他終於風光的上台了 而由莫迪他領導的人民黨更是在印度大獲全勝 在國會上取得了過半的席次 同時呢莫迪他以前的政績也很厲害 他過去在擔任印度最西邊的幫 叫做這個古吉拉特幫的首席部長的時候 就以開放外資著稱 不但讓人均所得成長兩倍以上 更讓經濟規模也成長50% 同時呢當地的網路普及率也是全印度第一 而如今我們看到了 這位新上任的印度總理莫迪 他的莫迪順風在選後繼續延燒 而外資更是捧場 光是今年以來買超了印度的金額 就是新興市場之冠 再加上了原物料 最近可以說是大幅下跌 對於崛起中的印度也是一大優勢 而最後呢我們要帶您看到的是印度呢 還有非常龐大的人口紅利可以支撐市場 來看到目前整個印度的人口現況 2012年的時候印度人口12.27億元 估計2013年會來到12.43 而今年呢更估計可以飆到12.6億人 成長率也非常的快 4.7% 4.4%跟4.6% 同時呢GDP的產值也可以看到呢 最新已經飆到了將近要2兆的美元了 如今印度的發展有兩條主線 剛剛看到有一條是吸引外資跟先進技術 而另外一條呢則是要創建一個 更加明確的戰略防禦體系 來應對中國經濟跟軍事實力的日益增長 也因此呢現在關鍵的南亞聯盟就成為 印度跟中國抗衡的主要國際舞台 南亞聯盟對你我來說目前都還有一點點陌生 不過呢這個聯盟非常重要 我們帶您一起看到南亞聯盟的歷史 他在1985年的時候成立 而且呢從2006年開始 估計10年之內要將會員國裡頭的關稅 降到0%到5% 而且呢在南亞聯盟裡頭的人口 佔了全球大約是5分之1左右 可以看得出來南亞聯盟的設立 也相當的龐大 而目前呢成員國有這些 包括像是阿富汗呢 孟加拉 布丹 印度 馬爾蒂夫 尼泊爾 巴基斯坦跟斯里蘭卡等等 而明天他們即將要在尼泊爾 來召開高峰會 其中呢一個觀察員就是中國大陸了 中國大陸呢他們就自己提出說 想要升格為會員國 不過呢當大陸提出了這個要求之後 聯盟當中的大國印度 對此並不歡迎 因此可以看到呢 現在中印的關係有一點微妙的 而中國也沒有放棄 已經派出了副外長劉鎮明 來參加南亞峰會 也將會在會上發言 也因此可以看得出來 印度不只發展國內的經濟 如今為了要鞏固權力 對於外交手段更是動作頻頻 外界就分析說 現在崛起中的印度 難道也要加入所謂的 大國遊戲選邊站嗎 莫迪他剛剛上任 其實呢就以總理的身份 包括呢造訪了東京跟華盛頓 也預示著呢 他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關係 將十分親密 還有呢包括了印度跟美國的關係 也將會明顯升溫 我們綜合來看呢 其實目前有幾大印度發展的力多 包括呢OECD說 這個莫迪他執行所謂的改革行情 印股未來至少還有兩年的多頭 高盛也說了其實油價最近下滑 每下滑10美元 印度的GDP就有望來增加 0.1個百分點 而我們這位明星印度總理莫迪 他從5月以來就任 陸續推動了一連串的經濟改革 包括像是解除了油價管制 綜綁了勞動法規等等 都帶動了印度的政經地位 現在穩坐南亞第一 也讓印度總理莫迪 他昨天前往了尼泊爾 參加南亞峰會時 現在成為最引人注目的焦點 近來有越來越多的科技新貴 他們開始封的是禪修 喜歡尋找山明水獸 並且能量場良好的地方 而且透過了凍禪可以練習氣功 打通氣脈舒展筋骨 而靠著禁禪可以用禁奏的方式 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還有所謂的生活禪 透過像是做菜 還有種菜等等的生活琐事 行坐坐卧皆有禪意 也因此很多的禪修活動 現在越來越火紅 科技界的名人 包括了台積電董事長張淑芬 中美精英董事長盧明光 維剛董事長陳立白等人 都是禪修的愛好者 好 昨天為您報道過 這一張在台南監理站的車牌競標 就是車號AMG8888的車牌 是進而飆到了380萬台幣 成為台南監理站 目前最昂貴的車牌號碼 不過今天出現變化了 沒錯 今天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折 就是因為今天中午的最後繳費時間 競標得主都沒有現身匯款 就等同是放棄了這個車牌號碼 也因此讓這個諧音發發發發的車號 得留到下次競標再找主人了 好 目前是台中市一名老翁 他是在校園內跑步的時候 突然昏倒休克了 所幸校園內有這個叫做AED 緊急電擊器的設備 急救後幸運減回一命 而台中市也說了 目前這套系統在全台中市 中小學已經將近設置了有500台之多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接下來關注歐台旗與歐台選的今日行情 歐台旗歐台選是台股期貨 與台支選擇權的盤後交易商品 晚上來來看到今天 台股期貨收盤是9176點 漲了56點 歐台旗最近月12月 目前是9186點 漲了11點 而下圖是歐台旗12月 今天的量價走勢圖 接下來歐台選週到期契約 12月第一週 價平9150點 買圈部分有10口成交量 而價平附近的最大量 賣權9350點 有62口 賣權9000點 有157口的成交量 接下來歐台選最近月12月 價平9200點 價平附近交易比較集中的序列 在賣權9500點 有105口 賣權9000點 有56口的成交量 以上是今天的歐台旗歐台選交易行情 提供交易人跨市場 避險及套利的管道 哈比仁電影系列最終章 下個月全球上映 希望最後帶你一塊兒先賭為快 請您收看今天財經八點檔 我是張正華 我是李若杰 我們明天晚上八點見 我是李若杰 至今